浪子到中国 用脚步占领中国 我现在在蜀都北京 现在我来到了北京西站 环世宜州 看一下北京的城市建设 太大气了 这边还有一个雕塑 非常的气派 现在我准备在北京西站附近 吃一个饭 看一看北京 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消费 究竟有多贵 连冻结都这么时尚 不愧是首都北京 国际化的大都市 我们到北京西站对面去找一找 有没有餐饮店 吃个饭 肚子很饿了 那边一块应该有餐饮店 我们过去看一看 这边有全聚德好鸭 北京好鸭很出名 但我吃不起 这边有面馆 不想吃面 往前面 往前面再走一走 我们从这个视角 看一下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是北京 贺流量最大的火车站 我吃个包子吧 这边有一家包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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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来个五块钱猪肉三鲜 你吃猪肉大葱 牛肉大葱 来一两 八宝粥来一个 八宝粥 八宝粥 包子上来了 尝一下这个包子 这猪肉大葱 牛肉大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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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包子挺小的 六个包子 十一块 相当于两块钱一个 这个价格有点小贵 多点辣椒 八宝粥 八块钱一碗 比别的城市贵多了 这里一共十九块 还不一定吃得饱 这就是北京的消费啊 一线城市在北京的生存压力太大了 等一下我还要加餐 应该吃不饱 大家觉得北京的消费怎么样 物价水平高不高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行吧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